诸位全球云端共修的学员 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华言经 200问第88个问题 何等为菩萨摩赫萨境界无碍用 菩萨摩赫萨有十种境界无碍用 第五 住极境境界 而不舍散乱境界无碍用 第六 住无去 无来 无戏论 无相状 无体性 无言说 如虚空境界 而不舍一切众生 细论境界无碍用 这边有两个相对的境界 一个是极境相对于散乱 一个是无去无来 无细论的虚空一般的境界 相对于众生细论的境界 这里提到的两个词 一个是散乱 一个是细论 那我们一般知道散乱 就是心没有在安静 不寂静 不平静 很烦 很烦 很乱 乃至于心没有办法聚焦 没办法专注 修行学佛呢 刚开始啊 都很喜欢自己能够入禅定 如果能够入禅定啊 哎呀 觉得这个境界应该是非常殊胜的 可是我们会发现呢 我们平常都心都是没有办法聚焦 很容易被影响 这境界一出现啊 就很容易分心 那这是一般大家的一个困扰 那这个地方呢 就告诉我们 只要你慢慢的懂得修行的要领 在任何一个时间 任何一个处所 任何一个对象出现的时候啊 我们在练习 这个心要能够安住在寂静 但是这个寂静不是逃近安心形的寂静 不是你躲到一个都没有人的地方 都没有人跟你讲话的地方 你就可以得到这一份寂静 所以这个呢 就回归到啊 你修行的观念跟态度啊 如果我们是觉得这些静啊 把它当成是真实了 你就很容易啊 在这境界当中生起分别 那如果呢 我们知道一切静都是由心所现 那回归到自己的心的本体 不管是动也好 静也好 都不会被这个境界愚弄 那自然而然你就会知道 哇原来啊 随时都在寂静当中 而没有动静之相 那这个看起来很玄妙 事实上呢 其实是观念的问题 所以金刚经里面教我们 要观一切有违法 如梦换泡影 你知道呢 这境界都是你的心所遭感来的 你不要被他勾引 不要被他牵动 那自然呢 你的心始终呢 都是在一念不生的境界当中 所以这是第五个 接下来呢 细论 细论是什么 细论呢 其实啊 这个层次非常的广 凡事不究竟之语 都是细论 所以这是一个相对的词啊 什么相对 对于修行人来讲 凡夫就是细论 你看我们现在开始读了一点经啊 回去呢 听听这身边的人讲话 你就觉得哇 好无聊哦 都在讲一些柴米油盐酱醋茶 那他们呢 相对于修行的佛言佛语比起来呢 就是细论 但是呢 我们如果跟佛比起来啊 我们就变细论了 初果的人 对二果来讲 初果就是细论 二果对三果的人来讲 三果 二果就是细论 那初地对于二地来讲呢 初地的菩萨就是细论 菩萨对佛来讲呢 十地的菩萨也还是细论 所以呢 这个是层次的问题 我们对于佛法都能够真实的 如实的了知 你会发现呢 渐渐的一个层次 一个层次的出现啊 他就是来告诉我们 原来我们还要再继续 再深入 再精进 再用功 但是这个细论呢 是从哪里来的呢 如果我们每天呢 都是怎么样 都非常的 庄严 很极静 很严肃 那既然 只有佛的境界 才不是细论 那我们每天呢 就只能 无言无说 那你怎么生活 有时候呢 大众啊 要来跟你请个法 你说啊 这个所有的究竟法 都是无言无说的 所以就在那边静坐 那恐怕呢 一般众生呢 他是没有办法射受 所以在这里就讲到啊 你能够内心当中 极静 无为 你不要攀缘 不要颠倒 不表示呢 你不能够言语 不能够说明 所以如果就 究竟来讲呢 这个器物空性 是戏论 但是空 而不能生妙有的时候呢 你也是一种戏论 因为呢 你的层次啊 不能够如实 所以不只是 从假 能够入空 你知道呢 这世间呢 都是假象 世间都是梦和泡影 不要被境界牵动 但是呢 一不妨碍啊 一体起用 从空出假 为什么 因为要广度一切众生 就要向小朋友 学习 这个跟大众相处的时候呢 你要跟小朋友学习 那你就要怎样 要用小朋友的语言 那众生对佛来讲呢 就像小朋友一样 所以佛陀呢 他还是不妨碍啊 从这个极境法当中呢 衍生出一切相对的这些佛法 所以佛说一切法 未度一切心 那我们一般呢 都喜欢听故事 这个故事 或者是呢 喜欢这个人呢 有一点趣味 就喜欢说笑话 有一点幽默感 那这样子呢 会得到更多人的喜好 会增加人缘 那我们呢 就要慢慢的练习 幽默跟散乱 是不一样的 幽默是能够关机逗教 让大众呢 四两拨千斤 离开了这个烦恼 但是有的人呢 为了表现自己很幽默 所以哪壶不提 提哪壶 所以故作亲密 这个就变成细论了 所以归根结底呢 其实是我们的观念的问题 我们如果啊 自己的心不起烦恼 而起的是一种慈悲心 那你就会知道 怎么去接引不同种类的众生 但是如果呢 自己的心啊 只患得患失 希望招来他人的肯定跟喜欢 有时候呢 我们就反而落入了众生 细论的境界 所以其实呢 这里就讲到两种境界 其实就是回归到自信离体当中 只要呢 我们面对这个境啊 不能够安然无恙 你自然就很容易落入散乱跟细论 所以我们以前呢 看到这个一修和尚 的故事啊 他就讲 有三个小朋友 小沙咪在打坐 那打坐啊 师父就 就规定啊 不可以说话 只要呢 你说的话 你犯规了之后呢 你就不能够啊 得到一个奖赏 那小朋友 那小朋友为了这个奖赏呢 就很认真 就在比赛 看谁没有说话啊 结果呢 就晚上就有一只蚊子跑来了 这蚊子啊 一直在 钉这三位小沙咪啊 最后呢 其中有一个啊 就很生气 他说 再这样子钉下去啊 我就受不了了 结果呢 这个某奖 就已经讲话了 破功 某医马上就说 哈哈 说话了 我赢了 那这个第二个呢 又说话了 那第三个啊 他就很高兴 他说 嘿嘿 我都没有说话 所以其实呢 到最后呢 发现 那三个都在说话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心啊 习惯 就像这个小沙咪一样 都是啊 都没有办法安住在自己的心 都在看别人 所以当你的心呢 是在看别人的时候呢 都在往外 在攀圆的时候啊 不管是三乱也好 激进也好 细论也好 不细论也好 通通都是一种细论 所以呢 我们的心不能安住啊 面对什么境界都不能自在 古德讲十字街头好打坐 为什么 因为呢 十字街头的混乱 其实是一个生命的现象 这现象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只要不要攀圆 你自然就可以远离 就不会受到影响 所以我们要借尽练心 来看看自己的心 能不能够在红尘当中呢 百花重立过 片叶不沾身 这个是最高的境界 不管是体和用 在这个体当中能够自在 用当中也能够自在 自然而然呢 你就不会啊 要取舍这些境界的 所以有一句话讲 但至无心于万物 何妨万物常围绕 从今天开始 我们不要再把自己不能够 安然无恙的原因 推给境界 这样子呢 你的修行就会进步 今天的开示 致此功德圆满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